哎呀 都出去工作两年了 今天终于回来了 哎 看到我老婆想想到开心了 哎呀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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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好想你啊 我也想你了 两年都不见你了 你都不回来看我 你都不想人家的 怎么不想了 不是工作忙吗 今天不是回来了吗 老公既然回来了 我们进去吃饭吧 我煮好饭了 我刚想吃你就回来了 肚子怎么了 吃胖了 胖了就胖肚子啊 胖也胖得均匀啊 哎 不是啊 我吃那个零食吃多了 然后吃饱了就睡 就形成这样 其实我也不想了 我努力减肥 说不定过两个月就瘦下来了啊 看你不像啊 是不是怀孕了 没有怀孕了 哎呀 哎呀 是不是怀孕了 还腿一尾一脚了 老公啊 哎呀 既然你都知道了 本来我还想给个惊喜给你的 那我就告诉你吧 我确实怀孕了 下个星期都要生了 哎呀 这个 里面那个杂种是谁哪个王八蛋的 老公 是你啊 你忘记了 怎么这是我的呢 哎我两年都没回来了 是我的 你说给鬼灵啊 十个月的那一天 十个月前的那一天你忘记了啊 那个月那一天怎么啦 我又没回来 你不是发视频 说想我妈 然后你亲了我一口啊 然后我就怀上了 哎呀 你当我傻事啊 发视频亲了我一口就怀孕了 我傻那句我不存 那个是爱的空气传播 爱的结晶就来了 爱的空气没想到啊 你我出去工作 难怪说买多月的公司不够啊 寄回来 他原来是怀孕了 给我养在家里面养小白脸啊 老公真的是你的 你当爸爸 你不是很开心 我能怀上孕 你不应该不要养我吗 真的 做个杂种我才不要 真的是 怎么叫就叫杂种啊 这是你的种啊老公 你听我说啊 这真的是你的 当我傻事啊 我是傻事 我不说的啊 哎呀 你这种水性洋化的女人 我才不要你 你干吗滚 什么意思啊 你要跟我离婚啊 啊 那你肚子里面的孩子不是我了 那不跟你离婚了 还要你干什么 你个小光袍啊 啊 你还说你一辈子爱我 想不到啊 这你的孩子你都不要了 真的是 还说对我都好 我听你个鬼啊 怎么回事啊 你们两个 副理酒样啊 你来得正好啊 除了功夫一样 我还有我肚子里面的孩子 还有孩子啊 你叫我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我就是狂动两年了 哎呀 他既然在家里 养小白脸 难怪我说 每个月既个人回来 他说高三三五的说 钱不够用 原来说是养小白脸 哎 搞大的肚子还说是我的 我两年都没回来了 主样你相信吗 我又说了 四名一上 我就怀上了 不是 东阳 我老跟你说 你想想啊 现在 男人都无少 女人的地位那么高 找个老婆不容易 要不啊 你将就一下 人人就过去了嘛 是不是 我一大男人 人人怎么就过去了嘛 哎呀 在村里面人家都说 起我家来的狗怎么办 我在村里面还带着起来嘛 这种女人 哎呀 东阳你要是把你这个老婆赶走了 你可能下半辈子啊 就注定打光棍了 一辈子找不到老婆了 我就说打光棍 我也不用 不要这种水性洋外的女人 哎呀 这样啊 真的 你看老公 今天我们去离开 老公 难道你自己的互相经理的实力吗 什么实力啊 我八年了 去你八年了 八年我的门都没白上 我去这广州 而且我还过去广州了 两年 哎呀 这我一来就外孕了 你相信吗 哎 哎呀 有人啊 你 哎老公 你带着走啊 哎呀 带去哪里呀 老公 我你要打光棍 你不要再演 所以你们要人家骑我骑两口 东阳 你真的不要啦 这个小光头啊 真的是 不是阿楠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公出去打光两年 啊 订队大了 别说那么大声嘛 就这样 哎呀 其实这个孩子 不是我老公的 我以为蒙混一下 就能过关 想不到啊 这时光搞得那么聪明啊 你以为呀 太近了 谁有那么傻呀 到底是谁的啊 这个孩子 搞必夹那个老袁的 老袁呢 你怎么跟他混在一起啦 哎呀 我老公不是 都去广东两年了吗 没回来 家里面那些中国内活啊 都没人跟我 给我干 那个老袁呢 他经常过来帮忙 然后我们就 一久生情 就有感情了 然后我就怀了他的孩子 哎呀 你说你这个人啊 你这样子 你对得起东阳吗 东阳一个月工资 三千块钱 都寄两千九回来给你了 你现在 大着肚子了 你说怎么办吧 他要跟你离婚了 那怎么办呢 父女就要 你给我资个交呗 哎呀 那个老袁呢 他肯定是亡亡我的 他也不想负责任了 前面我跟他商量了 就 他说不要 你看看 这就是你自食恶果了 然而我我男家那边我也回不去了 当初跟我这个小光头老公 结婚的时候 我男家那边就不容易了 现在怎么办 我又没地方去 心里都没有 你看看你 我做个下场 那怎么办才好呢 我想想 这样 认识有隔壁村呢 一个人 他条件虽然不怎么好 但是为人老实还担着呢 年龄大 是大了一点 但是啊 你现在怀了孕 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去了 要不我带你去他那边去看看他 跟你跟你相亲 肯不肯要你吧 人家没结婚 我还带了个孩子 我也不好意思去相亲啊 先去看一看他怎么说了 实在是不行的话 那再想其他出路了 是不是 我也没办法 我也吃尽能力帮你了 反正我也没地方去 那就去看一下 看人家能不能看上我吧 那行吗 走吧 过了 从事这样的条件啊 我跟你说啦 你要是跟着他 你就踏实一点 好好做人 不要再这样损性养花了 否则啊 你以后都没有出路了 知道了 我叫他先出来 阿诚 哎 哎呀 我啊 阿秀今天这么有空啊 哎 哎 阿诚啊 怎么了 是这样的 这个是阿兰 你好 你好 这样的 你不是 40多岁了 还单身的吗 我就想着 给你介绍个老婆给你啊 这个叫阿兰 你看挺好的 铺白帽门 身杂又好 长得挺漂亮的 是啊 怎么大的个肚子 大的肚子不好吗 他现在已经怀了 九个月了 下一个星期就要生了 你啊 如果跟他结了婚的话 哎呀马上就能做老爸了 都好啊 都不用出力 不是啊 阿秀啊 是啊 我虽然年纪大一点 但是我还是个 黄蛙大鬼男啊 他结过婚的嘛 这种 哎呀 你还黄蛙大鬼男呢 你这种条件你还挑啊 家徒势必的 一重二百 你四十多岁了 你还挑 你要再挑啊 你这辈子啊 只能打光棍啦 真的是的 这不穿出去 不好听嘛 要什么好听不好听啊 我跟你说 现在 有个女的 愿意跟你啊 你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 你还嫌弃他 他 那个阿拉吉斯为人也挺不错的 铺白帽美的 跟你也帮配 你啊 跟他两个 踏踏实实一点 过日子 他现在肚子里面这个孩子 没多久都就出生了 你都得好一点吧 生了这个孩子 努努力 再生个两三个 就有你自己的孩子了吗 对啊 如果到时候你想要自己的孩子 我们可以努努力 再生你 整个的不成问题 我只有一个条件 你一定要对我儿子 是有起初 是啊 说到这挺有道理 不怕 他喜欢啊 他怎么被淘气的 是不是有什么 不良事 别乱想了 他他老公就是不懂得珍惜他 啊 就是说 觉得他养不起他了 就 就 抛弃他了 他回样挺好的 跟他好好过日子吧 他以后会踏踏实实的 我也是顾虑 多问你一句而已啊 那你觉得怎么样啊 成不成啊 他愿意的话就没问题 啊 阿拉 愿意吗 只要他带我孩子好 对我好 那我愿意 没事吧 算 你放心啊 我家里条件虽然差了一点 但是我会努力的 以后我们一起努力 对 那个阿诚那既然 可以 那阿拉就在你这里住下哦 你要对他好一点哦 直接就住下了是吧 是啊 你看他行李都没带过来 明天你就去带他去买点衣服啊 他生活用品啊 好的 多谢你啊 谢谢 那个 哦 你等一下 阿拉 嗯 谢谢你 谢谢你啊 贪财了 你要拿一个 我就不用了 反正 你的钱也是我的钱 好像左口卖方卖方 右口卖一样 说的也是 阿拉呢 那你以后你就跟阿诚 踏实的过日子吧 以后如果再有什么争吵的话 你不要来找我啊 我已经尽力帮你了啊 啊 我就先走了 好 谢谢主要啊 那我回去吧